作词 李宗盛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世界 微微温暖融化昨夜的冰雪 就像是每一秒都成为岁月 微微从不停歇 微微就是秋天你每天落叶 微微就是彩虹你每天雨点 微微她很渺小却从不疲倦 微微就是我们 微微微卫 多少次跌跌壮壮才学会坚强 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 多少次跌倒之后再站起来面对 再勇敢去闯 你让我把话说完啊 我承认 我跟你妈妈对你弟弟啊 是有点偏心 但是也没什么 但你也知道 你弟弟呢 这个脑子呀 方方面面呢 他跟你比啊 差了一大截子 从小就不如你 这现在呢 样样让人操心 我就想了 这不都是一家人吗 趁着我们还都活着的时候 大家互相帮着帮着 记得那位小的时候啊 隔壁邻居家那谁的孩子 把你骑的自行车 给刹车给卸了 安阳知道以后 好找人去了 打了好几架 他跟人说 谁要敢害我姐 我跟他拼命 最后弄得自己是头剥血流啊 跑到医院缝了好多针 那个时候你啊 你住孝子 你都不知道 是啊 那后来你们谁也没跟我说呀 时间过得是真快 安阳都俩孩子了 爸爸就是担心你啊 在外边别吃亏 就是吃了亏 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特别是在干情场 不行 擦亮眼睛再找 要是好呢 别都不着急 自己的孩子还是要有一个 好 好 player 哎票 啊 哎呀 你今天 这事办呢 哎呀 太迷到 你 在我心中 回岸了 八公 三米二了 是吧 你知道 你刚来的时候 你给我什么印象吗 什么 太有力了 我 知道 从什么 我 我 我 哎呦 是 是 是 咱们进包店 喂 没事 没事吧老板 嗯 慢点慢点 嗯 这谁啊 我 我的 干嘛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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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h 啊 哎呦 啊 你怎么来了 我昨天晚上又来了 劉揚 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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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 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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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揚 你干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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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 我又死了我又死了 包子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昨天晚上 您没事啊 那个 你说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我听我老公跟你道歉 我回去我就打打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把活动尽快待会了 好的包子总 再见包子总 你什么意思啊 我老板过来帮我谈生意的 人挺好的大老板飞过来 你把人做成这样 你让我回去怎么面对他 你干吗 那哥们现在什么情况 是不是伤比我重点 什么意思 那我自己啊 你没动手 我跟谁动手 你傻大哥们 我打他了 我怎么会打他呢 该打 哎呦 哎呦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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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弄片了你忘了 我给你回忆一下啊 特别飘映 他从导演的角度说 微压感强了一些 下回见你直接出勾拳 跟他整这个 你真是有兵啊 你怎么不知道 挽救我一点啊 那我上司 那上司 他有上司 该有这样子吗 那衬衫都开了肚脐了 我非把那脱衣板露出来 撑拔别人不让他晾光 他将头快把衣服撑到了 这么大老板 买不起大号衬衫啊 长这么大个有什么用 长得够 我成俩够穿就够不到吗 不是出来工作的吗 为什么喝这么多酒 喝完直接都回放江了 我一个薇薇 有一个薇薇 那薇薇是他能要的 你是不是有病 他不叫我薇薇叫什么呀 你叫什么不行 小瑶儿 瑶儿姐 你还要紧 哎呀我先住个堡垒了 你换位思考一下 你来看我 有一个穿着漏漆装 大哥又是姑娘 又醉醺醺地掺着我进房间 你敢 扒死你 你看看 你不动手我不相信 前段时间我确实是犯了 很严重的错误 本来我是想 好好地酥酥醉 送你的啊 你爱要不要 你爱要不要 我出来 就把这个了 走 易跟我搵你沙 好了 真好看 你刚说了你钻着什么呢 给我看看 琪妹妹 给我看看 你不 感谢你是对的那个人 我的女王胆 是不是昨天晚上我要不给你帮忙 你都打不过她 你来了打到我节奏了 不然我不可能受这伤 吹吧你就 那你还不服 我就不服了 长大人志气 你不服不行啊 疼你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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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对付你五十公里就可以了 可以啊 小夕 这一趟挺厉害的 谈了这么多难上去 奖金没少拿吧 我估计你又要胜吃 怎么可能 这次能谈成 多亏了威姐跟爸爸总的帮忙 谦虚了是不是 要是没有你在中间牵头拉线 哪来这么多单生意 是有一点小运气 敢抢 试票了 试票了 完了完了完了 要出大事了 怎么了 听说咱们集团搞优化 马上就轮到咱们公司了 就这几天啊 集团其他份公司 每天都有人 收到人事部发来的死亡邮件 然后就包上那箱子 要么哭着要么喊着 叫我买走 你说咱们商务部有两个总监 会不会有调整啊 你和威姐这刚立完工 威姐肯定不会有事 安总会不会 安总今天请假没来 以咱们公司的传统 人不就请着请着 就没了 不会的 不会的 但愿啊 但谁也别说了那死亡邮件 那就最 我现在一听着动静我 我是真害怕一些 不是我的姐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 不是我 那应该就是我的了 不是我的 不是 知道不是你的 姐 不是她的心 也不是她的 不是她的 不是 不是她的 不是 kol樹 小姨 和bull , 我在家 琳琦 哩 妻子 好 姐 voir 怎么现在连门都不会敲了 对不起 包博总 有点急事 裁员这件事情 于晴 于吕都到不了小溪头什么 于吕 瓜外联这件事情 是刘晓晰的 是刘晓晰的头 是她的资源 她忙前忙后 给公司拉了这么大一笔订单 这就给她裁了 不再这么玩现磨杀驴的吧 于晴 如果是因为我揍了你这一次 这是我的错 我跟您道歉 我跟您说 我甘愿受罚 那你不能把这邪火撒到刘晓晓头上啊 这太不合理了 这眼 包博总 是不是我之前有什么 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可以跟我提 我都可以改 真的 这是跟小溪 你 还有这样 都没有关系 这是总部的决定 你们也知道这些年 互联网公司生存困难 也是行业寒冬 不得已才做出缩减规模的决定 做结构性的优化调整 是啊 大环境我们都理解 那你优化调整 您应该把好的员工留下来啊 你把那些浑水摸鱼的 不给公司创造实际效益的人开了 你为什么是他呀 包博总 我也不想让你为难 既然要优化我 非要让我走一让我走个明白 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理由 为什么是我吗 这次的人事变动方向 主要集中在高薪高龄的人员当中 所以刚刚理解的许文总也在此之内 你们也都看到了 公司又找了些新的实习生 小时你别建议 说不好听一点 他们五个人的薪资 抵你一个人的薪资 而你干的活 要么姚伟能干 要么安心能干 实习生用不了多久也能干 你说公司该怎么决策 那行啊 包博总 你把我也开了 你就留安总一个人 再扎一帮实习生齐活 别别别 这不是开玩笑的 算了 我也不想让公司为难 我知道了 谢谢包博总 谢谢姐 小夕 小夕 creme kön 嫩 不要 我 是 自己是 呢 有 嘴 现在 小处 小处 大夫 虚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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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到这个城市 我就想尽了一切办法留下来 每个女孩的身体 为什么要来云国 我想要活着 活着 我想要留在这个城市 在这个城市活下去 我每天都拼命地工作 生怕不被这个城市需要 我曾以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终于和这个城市 有了越来越深的联系 可以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直到被通知离职的那一刻 我才发现 这联系是多么的脆弱 所有的努力 似乎一下子被全盘否定 我仍如初来世一样 只是一个喜欢近海 却随时都有可能 要离开的异乡人 看一眼就忘不掉的是你 看一眼就爱上的也是你 总是感觉这个家里少了一个你 终于等到了你 我心爱的爱思永远 我终于有车啦 我可以接老婆回家 我终于有车啦 有车啦 我要开车她去拉撒 我终于有车啦 媳妇儿 媳妇儿 怎么了 媳妇儿 对赌的条件我们可以再谈 毕竟我们这次出的价格真的不低 行 那剩下的事等一会儿见面了再说 好吧 坐 看看吧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这又是因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你回来了没有特别欢呼雀跃地欢迎你 所以上到了你所谓的自尊心 你就要搞出来的事情做一下是吗 陆泽宁 我和你之间真的没有任何作的必要 本来这次我是回来处理工作的 但是当我很荣幸地认识到你未来的家庭环境背景以后 我为我儿子的未来感到担忧啊 你一个在小提两岁去放弃抚养权的母亲 平均每年下来陪伴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二十天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小提的成长 正是因为曾经的缺失我现在才有小提的 你不用多想了 你不用多想了 我不会把小提交给你抚养的 那就和那位姐姐分手吧 蒋雪 你那个可怕的操控玉 什么时候才可以收一收啊 我没有责任跟义务提你的指挥 对 我有我的生活 我的自由 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好 我已经跟我的律师谈过了 那就看小迪怎么选吧 你太过了吧 蒋雪 陆泽宁 你别太分不清是非了 我 小迪的妈妈 万里迢迢地回来给小迪过生 你不欢迎就算了 他们家那素质 懂什么叫礼貌 懂什么叫场合 懂什么叫分寸吗 如果小迪以后不可避免地 要和这样的人接触 我坚决不会同意的 是 你蒋雪有素质 受过高等教育 你懂礼貌 你懂体面 但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家人吗 安心他们家 是你认为他们家的人没有素质 但我告诉你 只要安心受了委屈 他们家的人 永远都会在他身边陪着他 维护他 偏爱他 生怕他受到业念的伤害 这才是真正的家人温暖 你的家人温暖呗 你有过吗 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 我跟你说有的没的 这就是你给我的家人温暖 当年我出了很严重的车祸 我被送到医院 我整个人都是昏迷的状态 需要马上动手术 但是医院的医生 死活跟你联系不上的人哪 小迪那时候两岁 天天在家里面哭着喊着 要爸爸要妈妈 你是人又在哪儿 你就算不管我 你照顾照顾孩子也可以 引人哪 你跟我聊了一句 我有了新的工作机会 我实在赶不过去了 我希望你可以自己 照顾好自己 小学 你不要以为 你这次因为工作上的调动 回到了近海 顺便给小迪过个生日 就认为是陪伴 小迪的事情 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的态度很明确 我不希望我们之间 有任何的行为 伤害到我的儿子 谢谢 我先走了 好 我先走了 不能遮挡就忍耐 怎么你却放任我不管 难以选择去蔚蓝 没人能轻易否决 我的肚定 保护你的我 被试人抛弃 而且你在我 被命中注定 在掩埋归期 只能去热爱你 只是我的确定 不能想过蓝蜜 只能去热爱你 不安心 没 我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 让你不舒服 都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让你悲难了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不管怎么样 我想尽力地挽回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你在我心里真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我也真的不想因为 因为这样而失去这段感情 我也不知道 要说点什么 才能得到你的原谅 你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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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 不是 你 媳妇其实 其实要是你今天心情不好的话 咱可以改天再兜风的 不想在家憋着 出来分散分散注意力吧 行 但我真的感觉啊 这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往好了方向去想 你看比如说咱俩 来静海这么多年了 那房子是肯定埋不起 但是咱们现在有车了 那也是固定资产 咱们在静海这回就扎起根了 咱总共四个轮子 哪来的根啊 那咱开车跟吉弟弟 那感受能一样吗 生活主要就是活一个心态 有的时候东西确实都是有价的 但是心情无价 你说呢 什么有价无价的 车停哪儿了 这就是 行 你看你喜欢吗 这车 多少钱呀 四十 媳妇 媳妇 我错了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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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想给你的惊喜的 媳妇 你别哭了 我真错了 我错了 错了 媳妇 错了 错了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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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以为你这一次 还能有想心呢 我一咬牙 我一剁脚 我就买了个好的 那你们公司也太狗了 这也太突然了 媳妇 媳妇 我真错了 媳妇 你别哭了 媳妇 我错了 错了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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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看你也挺喜欢的 这不挺好的吗 媳妇 媳妇 我真错了 媳妇 你别哭了 媳妇 别哭了 我真错了 媳妇 我应该问你的 媳妇 别哭了 别哭了 我确实应该问问你 她也太好看了 媳妇 你别哭了 这车咱们搏一搏 我肯定要给她转回来 行吗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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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од 你好 你好 你找谁啊 我 我找安馨 好 你怎么来了 江洪凯 抱歉 提前没有跟你打招呼就过来了 你现在方便吗 我想和你聊两句 那你们聊 正好我要去见客户 有事给我电话 有事给我电话 进来吧 男朋友 我这次来是专门向你道谢的 公司现在缓过来了一些 之前的几笔投资 钱都出来了 你之前借我的钱 我今天就让财务给你打到卡里去 利息就按我们上次说的那样 比合同里的高一些 好呀 这么高的利息 也算是比不错的投资了 做生意方面 我还是挺佩服你的 谢谢你 安心 我之前那种情况 愿意帮我的人 不多 我心里很清楚 所以 谢谢 家里都还好吧 还行吧 都挺好 挺好就挺好的呀 以后如果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 你忘了告诉我一声 你也保重 嗯 会的 干吗 今天不是周末吗 加班啊 没有 没有 媳妇我刚才研究了些网约车 我一点开就有人叫车 我可以咱车买了 是不是物尽其用 我每天上下班 拉两个送风车 挺好的嘛 能行吗 那有啥不行的 媳妇我跟你说 咱们车不能白买 我高低给他挣回来 你捡厘头怎么样了 联系了几家 估计下周吧 去见见 媳妇 不着急 咱们这么优秀 一堆人抢着要您 咱说家里还有我呢 走了 走了 注意安全啊 好 慢点开车 小心啊 妈 怎么了妈 我让你看看我们大宝 又找什么能耐了 给妈妈走两步 大宝 我大宝快走路了 我大宝真棒 好好好嘞 奶奶抱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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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走得还不太稳呢 大宝 大宝 看看妈妈 大宝 小夕啊 那个王伟呢 她 她加班 你半天还加班啊 行了 不给你视频了啊 大宝该喝奶了 行 妈 那你去吧啊 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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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得还挺快 你说今天巧不巧 我正好约的饭局啊 在你家周围 你这新车开得怎么样 要我烧一趟呗 行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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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呃 呃 这位愤道拉个胡 先生 尾号九零八七到宝莱大厦 嗯 请您借我挨戴啊 好 我想忘掉那些天 您知道我都看过了 方便问一下你的离职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组织结构调整 也就是并非自然离职是吧 可以这样说 好吧 今天先这样 你回去等通知吧 我想 谁却不负一望 谁却不负一望 多余的感情应该往哪里放 不好意思 我们商务部暂时没有空缺 那客户部 你考虑吧 是吧 您相信爱情吗 忍住啊 您相信爱情吗 啊 忍住啊 不唱啊 你相信爱情应该往哪里放 小风太短暂 天窗茫茫 人生这段旅程 路途很长 站点很多 但能陪我们到终点的 有几个人 深夜的你是否感到孤单 因为 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 我们都是异乡人 一首歌送给你们 啊 呜 呜 呜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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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飞过落日轻薄 孤单是烧卷了的余火 断念淹没一夜风波 承诺是一曲荒芜的歌 总是深刻怀揣冷漠 每个女孩都真心爱过 爱誓言温柔却随沉默 如果大风吹起脚弱 吹心迷惑吹赶交着 怀抱里膨胀的裙弱 掩阳下没用的烟火 看翅膀长着 可情已凋落 理想是什么 岁月的乘客 如果梦穿过你的生活 天上飘射断明的泡沫 天上飘射断明的泡沫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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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